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乌鸟索娘除了三位中国成员以及两位韩国成员卢达塔文之外 剩下八位成员都续约成功了 今天Stash娱乐声明表示 公司与卢达塔文有长时间的深度讨论 但很遗憾的结束了专属合约 感谢两位成员一直以来的努力 公司会尊重卢达塔文的决定 然后与乌鸟索娘一起活动的 乐华娱乐旗下的承销悬疑美籍三位成员 与乌鸟索娘的合约也自动结束了 之后公司会努力支援续约成员们的乌鸟索娘活动的 没想到卢达会退团好遗憾 以为不会续约的成员续约了让我幸福 以为会续约的成员没有续约而让我哭泣 真的是退团了 都没有提到半句会参与组合活动 不过意外的是很多成员都续约了 十人中八人 口律都是中小经纪公司 算是很好了 虽然两位退团觉得很遗憾 但是能继续看乌鸟索娘活动了 对于乌鸟索娘的续约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几天关于伊森基的婚礼公开的私议 不是抗活动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今天担任伊森基婚礼的负责人 也是歌手兼演员的存机场透露 关于两个人的婚礼 报道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内容 这本该是收到很多人祝福的婚礼 却累积了很多误会 为了让这对新人有一个幸福的回忆 很多人都在帮他们 他们的婚礼没有主理人 不过很多娱乐圈的朋友们 就以很多种方式为他们庆祝 其实伊森基有拜托过 一起合作过的卡沃董担任私议 但是卡沃董拒绝了 不过卡沃董也表示 会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他们的结婚 因为伊森基邀请过卡沃董 但是被拒绝了这句话 再一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是什么国家活动吗 婚礼总负责人就已经很好笑了 怎么都还没结婚 就已经有这么多 为什么会拒绝等的话呢 然后伊森基也应该不想要 自己拜托后被拒绝的事情 这样传出去吧 卡沃董本来就不做婚礼主持 很多人误会只有这次拒绝了 先不说对伊森基好不好感 卡沃董与伊森基两个人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雨决的本来就常常做婚礼主持人 卡沃董不常做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比较了 真是幸好 如果真的是卡沃董做了 自称是正义的使者们 又会猛攻的 因为是刘大神 所以才是这种程度 所以华语圈导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3月1号 女团twice 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 2023皮利波的Women in Music颁奖典礼 皮利波的Women in Music 是皮利波的为了表彰 这一年对音乐产业 具有影响力的女性音乐人 举办的颁奖典礼 而twice是韩国女歌手当中 首次被邀请 并在该活动受奖的女团 然后当天在颁奖典礼 最好笑的部分是 每次只要镜头拍到twice成员们 粉丝们就会尖叫 而让主持人们都慌张了 That excited for twice Yes Oh my Yes Honda has been supporting and empowering women Ever honored at the Right I have to test something out real quick Twice I have to see Okay I do have a question Does anybody like twice here TWICE恭喜恭喜 八年四野再乘两的TWICE TWICE太帅了 恭喜 TWICE